华尔街日报报导 英特尔执行长季辛格7号表示 正在欧洲密地新建两座新的晶片厂 预估未来十年投入800亿欧元 去盖这些厂 它的最大的问题是 恐怕它的成本不低 我想以英特尔的成本 如果要跟台积电来竞争 成本方面它应该是没有竞争力 市场总会翻转 猪羊总会变色 从供不禁求到供过已求之后 该越多的厂 恐怕是包裹就越大 英特尔计划将位于爱尔兰的晶圆厂 开始代工制造车用晶片 舒缓全球晶片荒 对汽车制造商的冲击 季辛格预测 2030年之前 全球车用晶片市场将成长一倍以上 随着汽车搭载的先进驾驶辅助系统 触控荧幕等功能越来越多 半导体将占新型高阶汽车物料成本的20%以上 远高于2019年的4% 英特尔看好车用晶片市场未来发展 但专家指出英特尔进入市场有期挑战 全球半导体供应链竞争激烈 全球最大晶圆代工厂台积电已宣布 将在未来三年内斥资1000亿美元扩产 南韩半导体龙头三星电子也在上个月宣布 规划未来三年投资2050亿美元以上 包括半导体通讯技术等领域 以半导体为主要项目 寻求在晶片制造领域占据领导地位 新唐人亚太电视林家伟张元亭台湾台北报导